不要紧张 两年前他也是万千考生中的一个 一转眼他已经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长了 可惜的是忙碌的工作 让他不能体验大学的住宿生活 不过只要有空 王俊凯在家也会做做家务 干些洗衣脱地的事 因为我不是住校的 所以我都是在家里面洗衣服 回看王俊凯2019年上半年的工作 细约代言一个见一个 公益慈善也是尽心尽力 不过什么时候发专辑 一直是歌迷们非常关心的事 对此王俊凯表示 新专辑正在来的路上 前半年其实一直都在拍戏 然后现在是快拍完了 就是得赶紧先把答应大家的专辑发了 记者李培志上海采访报道